回来带你看 地震当下花莲 苏花公路中横 太鲁阁 你知道吗 总有一群无名英雄 他们在那边工作 我们独家找到这群 负责维护中横公路路况的人员 平时就是靠他们协助 清扫碎石 路面垃圾 通报路况 强阵来临那瞬间 他们一群人死里逃生 因为大小石头就像雨一样 从天上往地面砸 怎么逃 他们说一边是山壁 一边是山坡 最后选山坡 跳过护栏 滑落边坡 滑到河床 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东西 是比人还要高的大石头 满身都是尘土 周围也被落石掉落索 扬起的烟尘 遮蔽得看不清楚 游先生一行人 在七点二花莲强震下 历经了生死一瞬间 当时游先生跟同事正在台八线一百八十一K的币车道 准备开往工地 一开始发现摇晃几下还以为没事 直到收到了手机警报才开始警觉不对劲 还好因为护栏外那个有一个下边坡 他不是他不是一个断词 就是悬崖那种 然后后来是因为看到我有一个同事往下面跑 那我们其他六个人也跟着他往下面跑 他们躲到了河床的大石头下 但左右两边也都是山壁跟落石 最终七人挤进了韩馆当中等待救援 幸好在四月三号中午左右就获救 另外他们还有两位同事 当时受困在刘芳桥附近的隧道 身上只带着原本的午餐 不知道还会待多久 非常害怕粮食不够 其实那一天说真的 我们只有吃一包泡面 然后又干吃的 就是没有泡 因为怕水不够 然后在摆饭 我在那天 喝了三口 游小姐回忆 当时直到隔天早上都还是落石不断 而透过照片也可以看到 工程车被砸凹 还有挡风玻璃蒙上厚厚的灰 幸好一共九人统统获救 全数平安 华视新闻江一文林文报导 太阳没人都没有了 未经许大都还能说明太阳